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光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笑什么呀 啊 师父 没有啊 你到底在笑什么 说来听听 好吧 师父 我今天早上听大师兄说了一个笑话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好好笑我 到底是什么笑话 能让你乐成这样 就是啊 有一只牙签走在路上 然后他就看到前面在排队 就一排牙签 然后他就跟着排在队伍后面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 嗯 不知道啊 后来有一只蜘蛙走过来 牙签就跟牙签说 公车来了 好好笑哦 师父 很好笑对不对 不好笑吗 师父 你好奇怪 明明就很好笑 那我让你讲笑话给我听 可以啊 那你听完以后要告诉我 你学到了什么 说得好 有奖励哦 真的吗 耶 那我要巧克力 我要听 快点说 从前有一个农夫 他看见别人的麦田长得非常茂盛 但是自己的却未见长进 所以就问别人说 你是怎么种的 竟然可以把麦种得这么好 那人就回答 这个简单 先把地枕坪 再用粪水灌溉 然后播种 自然而然 麦苗就长得茂盛了 哎呀 粪水哦 好玩心哦 哎 物光 你可别小看粪水哦 这对作物来说 可是非常营养的 可是听起来好可怕 一定会臭臭 然后呢 农夫就回到田里 先把地枕坪 再撒肥水 最后准备播种 可是啊 他突然想到 我的脚踩在田里 会把土踩硬 这样麦苗不就长不出来了吗 所以他想了想啊 就找来四个人抬了张床 叫四个人各抬一只床脚 他就坐在床上往土里播种 这样不就得了 农夫坐在床上也落得轻松 一举两得 嘿 结果反而把土踩得更硬 田地遭到破坏 根本也长不出麦苗来了 哈哈哈哈 那个农夫好笨呢 真是太好笑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好了 我说完了 你告诉我 你从这个故事里学到了什么 呃 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 叫四个人来抬床播种 要自己乖乖播种 嗯 很可惜 算你半对 啊 那是怎么样 不要自作聪明是对的 不过应该说 投机取巧的农夫 最后本末导致了 做任何事都该细心 有耐心 一个一个步骤慢慢来 妄想一步登天是不行的 嗯 就像是 我要每天每天乖乖读经 不要一直想找轻松的方法 以为只是读经 反正都一样 这样对不对 嗯 没错 读经是读经 谁都会 但是要能融会贯通 知道那些经文的意义 把经文读进心里 不要只是学个表面 嗯 好像很难耶 只要你乖乖学习 总有一天啊 这里面的道理 你都用得上的 那 师父 我虽然只有半对 那可不可以有一半的奖励呀 你呀 什么都不计较 奖励算得特别清楚 这是一定要的啦 好 给 那你可要好好学习哦 耶 我会乖乖 我会乖乖 哈哈哈哈